在11月10号的时候呢 安徽省的疾控部门呢 曾经通报 这个病跟王某某这个病例相关联的 他的工友蓝某呢 也被确诊 那么对于这个蓝某这个病例的相关人员呢 也做了这个相关的进行了筛查 那么他的这些相关人员的核酸病毒的检测结果呢 也都是阴性 流行病学调查发现呢 一个 这两个病例在发病前的14天内 都没有接触过任何相关病例 同时呢 他们也没有接触过入境人员 机组人员 和来自于高中风险地区的人员 我们排除了由人传人导致他们俩感染的可能性 第二呢 我们也发现了 这两个病例在发病前的14天内 也没有暴露过可疑的进口冷链食品 及相关的环节 那么我们也排除了他通过接触冷链食品 导致感染的可能性 但是我们发现这两个人 曾经在10月30号 共同进入 并清理过一个来自于北美地区的 反护后的一个航空集装器 那么这个集装器呢 是一个密闭容器 它是 里面呢 它是塞有大量的避震用的泡沫 而且呢 内部环境潮湿 清理的时候 这两个人都没有佩戴口罩 如果我们把10月30号 作为他们俩共同暴露的时间 那么到他们发病的时间 那么是符合新冠肺炎发病的潜伏期的 同时经过基因测序 显示这两个病例的基因高度同源 与北美的流行株高度相似 这就提示 感染来源是境外输入 经过国家和本市的权威专家 综合分析研派认为 导致两例病例感染的来源 可以聚焦在同时共同暴露于 境外输入的航空集装器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